梅子梦工厂厂长张志雄亲自制卖厂、导厂房以及梅子树等园区中 导览介绍让来自泰国的农业教授与商务部的代表官员 了解梅子梦工厂的规模与发展历程 以及如何协助在地农民提升农业价值的营运方式 虽然只是初步的说明就让团员感到收获很多 他们这一团主要的来这边的主要的行程 主要它还是以农业为主 包括从生产面到我们的贩售行销面 甚至于他们是急迫地想要了解到说 我们在台湾这边的一些农业的废余料 我们是怎么做处理的 官方的他们有学术界的 还有社区的一些工作者都来到我们这边 随后也示范高山野生爱玉的DIY做法 让当地并无爱玉的泰国团员都感到很新奇 希望可以将这些宝贵的经验 带回泰国来帮助社区企业 来了解解决在农业上所遇到的困境 我们来到这边当然难得过来 所以我们也让他们体验到说 除了厂区的一些环境 然后我们工厂的一些生产面 还有我们这边其实这有办一些 像我们食农教育的一些体验 那今天也让他们做了一些 像我们的爱玉的爱玉梅子冻的体验 还有我们这边品酒的体验 如何让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更接近我们在地的一些农产品 让我们的在地的我们的居民 我们的国人能够更爱在地的一些产业 县员王秋淑相当的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国际交流 来让国外认识新一乡的产业 泰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来 因为在我们的中心大学的引荐之下 来到我们新一乡的梅子梦工厂 来跟他们的经验的交流 看到他们三十几年的经营模式 让我们的这些的泰国的教授们 感受非常的深刻 可以把这些的经验 以及我们农业的技术 引进到我们的泰国 让我们的这些的技术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 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 很进步的农业的技术 来延伸下去 来自泰国十位的农业参访团员 跟着梅子梦工厂厂长的导览 除了听得很认真 也不时的做记录 显示梅子梦工厂 三十多年的农业发展经验 是很好的参考 也看到台湾的农会团体 确实对农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记者邱平易 新一乡采访报道